虽然没有好花言 但就会唱了下 现代社会以小家庭居多 三代同堂一起高歌 这样的画面实在难得 鼓励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 民政局推出甜蜜幸福 三代乐游趣活动 希望营造福老西幼 老少同乐的氛围 我们活动在台中市 但是我们鼓励市民 不管在台中市 或全国各地甚至出国去 都应该经常跟家里面的 长辈的习大人 还有小朋友一起出去 营造三代在一起的 一起同游的这种活动 这种机会 能够让家庭的感情更融洽 能够让我们社会更祥和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个活动 主办单位特别规划 适合三代同游的十大景点 有古色古香的大渡黄西书院 艺文展出丰富的 清水港区艺术中心等等 参与的家庭只要和其中两个景点 异象力排来合照 黏贴在巡礼护照上 并盖上戳张 就算完成任务 甜蜜幸福三代乐游趣 十大景点我真觉得很好 有在南区复兴路的 由文化部所做的文化创业团区 郑南宫 乐成宫 万和宫 是台中三个最老的 但是文化局推广的妈祖庙 超过15里以上 大台中的古庙真的是陪爸爸妈妈出去 一个很好的活动 活动期间从9月30日到10月25日止 完成的前100个幸福家庭 市府将颁发纪念奖座 还会帮家庭合影 让三代同堂的美丽回忆永久留存 记者微停台中四不到